来吧 赶米亚的地图为什么这么怪 赶米亚的地图呢 确实非常有意思的 它就像一个肠子一样呢 深入到了赛瑞加尔的体内 那么这个赶米亚的地图为什么会这么奇怪呢 其实啊 这是跟殖民者是有关系的 最开始是法国殖民者殖民了赛瑞加尔 然后把赛瑞加尔这个地方给占去了 然后站着站着就往外面扩张的时候呢 就碰到了赶米亚河 那么发现赶米亚河这里呢 也有人占领了 这个就是英国 英国占领了赶米亚河 沿着赶米亚河上游呢 开始拓展它的领地 那么英法这间就开始打仗了 打到最后他就觉得 哎 没有必要了 我们坐下来谈一谈 那么一谈以后呢 就归定了 这个赶米亚河附近的流域啊 就归英国殖民者 所以赶米亚的地图呢 就是围绕着这个赶米亚河来进行往内延伸的 大概呢 离河岸呢 只有几十公里了 据说啊 实际是按照英国的这个炮舰呢 发炮的距离来决定它的领土的 当然肯定说一个说法 最终呢 可能还是英法之间的谈判 这个赶米亚河呢 是个很小的国家 人口呢 只有一百多万 它的军队呢 加上警察啊 只有两千多 但是不要小小这两千多啊 这两千多呢 可能个个都是高达 非常厉害的 那么在以前呢 他也是接受苏联的援助的 有一回呢 苏联不跟他援助了 没谈土 那么赶米亚就宣布呢 要在三天之内啊 就要占领苏联 后来呢 他跟这个欧洲各国啊 发生一些贸易冲突 他又宣布啊 要派军队呢 踏平欧洲啊 后面又发生事情 赶米亚发生内乱啊 有些人呢 就跑到了美国的大使馆避难 那么美国大使馆还是很流浪 没有人敢冲击的 但是赶米亚呢 直接就把这个 美国大使馆的给踏平了 把他们想要的人呢 抓了出来 而且顺便使劫了一下美国的大使馆 那么美国人也不敢怎么样啊 只是宣布跟他断交 然后呢 关闭了大使馆而已 所以说赶米亚呢 虽然小啊 但是他的皮质很大 为什么皮质很大 因为小国啊 你再怎么闹 人家也不会把你怎么样 因为你闹也闹不起来 没必要跟你治脚而已 所以赶米亚就是世界上 那么一个独特的存在 国家虽小 但是敢于跟任何大国叫板 那大国呢 却不愿意搭理他 你知道了吗